小女孩闯入地底世界 她端起盘子中圆滚滚的两颗眼球 怪物近一点动静没有 克莉对此没有害怕 反而指着童话书上的图片 询问她是不是真的精灵 没想到那虫子动了动身子 就变成了图片中的样貌 这下奥利的梦想成真了 见到了梦寐以求的精灵 那精灵向女孩招了招手 带她来到了屋外一座黑暗阴森的迷宫 直到到迷宫深处 一直有着山羊角 浑身张满树皮 散发着泥土味道的怪物 赫然出现在奥利面前 她自称为攀神 出自希腊神话中 扮人扮扬的浓木之神 她尊敬地换奥利为公主 奥利只有将手中的魔法石塞入她口中 才能完成任务 她利用蝉除贪吃的天 魔法石进去 蝉除瞬间开始反胃 吐出了一大团果凳撞的固体 奥利在其中顺利拿到了一把钥匙 她对此非常开心 即使面对妈妈的责备 也无法抑制内心的喜悦 夜幕降临 奥利带着钥匙去向攀神交付 他让女孩保管好钥匙 并回 只要能完全听从她的命令 将女孩刚出生没多久的弟弟带过来 她就能顺利回到王国 拥有她朝思暮想的亲人 奥利没有多问 点了点头就答应了 趁着继父被底下的士兵叫走 奥利拿出准备好的安眠药剂 一滴不胜地全部倒入了酒杯之中 可没等女孩抱着弟弟走出门口 继父就折返了回来 完成他所交代的三个任务 直到最后一刻才恍然大悟 拒绝了攀神的所有命令 但自己却也死在了西班牙右翼政府的爪牙之下 可象征着新生的弟弟 最后也交到了左翼组织的手里 这也意味着新社会新国家的希望 将由正义的左翼抵抗军们来掌握 即使不熟悉西班牙内战的历史 也完全不妨碍本片是一部表层故事好看的奇幻电影